随着汽车的普及,汽车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书型的必需品,不过对于很多新手司机来说,新手保养车没有什么经验,没过几天就要去4M店进行一次检查,生怕出现问题。 而众所周知,汽车机油是汽车的润滑剂,它的作用就是将放动机各部件在运转时发生的摩擦降到绝地,以此来避免放动机产生的损耗,但是你还在坚持5000公里就去更换机油,修车师傅的说法,更换机油的这些知识你都知道吗? 一般很多车主都是在5000公里左右,就会去4M店或者是维修店更换机油,这样很多4M店对车主说的标准时间,但是真正的情况是4M店为了增加利润,说出了这两个期限,其实正常的机油更换时间与5000公里存在一定的差异。 如果你是偶尔使用车辆的车主,那么每隔10个月左右换一次机油即可,完全没必要在半年就更换一次,如果换的时间过早,有可能会导致正在机油发挥最好的时候会被换掉,又要重新磨合一次。 而如果你是使用车辆比较频繁的车主,那么建议在8000公里左右更换一次机油,因为如果机油使用时间过长,就会导致机油浓度变息,会增加机油内的杂质,不仅影响使用,甚至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损坏,而且在更换机油时最好将机油滤锡一并换掉,能使更换效果达到最佳。 那么你是多久一次更换机油呢?欢迎在文章下方留言讨论。